好的 恒生指数最近上涨到两万三千年的水平 目前呢在高位整顾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成交量已经增加到 九百亿到一千亿左右 所以成交其实是配合那个升幅的 所以我觉得后市应该还有动力向上 不过呢目前呢 恒生指数应该也是维持一个大仗小回的局面 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已经呈现一个观望的态度 今天是正报告会出台 我们要留意有没有一些打压楼房措施的一些政策出台 另外呢周五呢内地会举行五中全会 要留意什么板块是最受惠的 相信相关的板块应该会被炒作 所以我觉得本周呢 恒生指数应该持续在两万三千点到两万三千五百点左右排回 后市如果有正面的一些消息出台 才有机会上涨到两万四千点的水平 就像人们这家里玩 Casting 是啊 谢谢观看